这个文化部长龙应台 他同时也结束了一千天的部长任期 他说在文化部已经奠定了一些 基础完成第一礼路 而现在他要回家照顾90多岁的老母亲 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礼路 而且未来的日子他会继续写作 走进会场龙应台眼神相当坚定 当了一千天的文化部长 现在他决定请辞 虽然我是选前就提辞成的 但是在行政上 等于是我与江仪华院长同进退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因为这是一个我尊敬的人 跟着行政院长江仪华同进退 除了败选也是因为社会的不信任感 想要坚定信念也很难 选在这个时候离开 部长还有自己的理由 放下文化部的第一礼路 我现在下一个阶段 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我自己的母亲 走他人生的最后一礼路 自认文化部的基础已经奠定 选择回家陪90多岁的母亲 走完人生最后一礼路 虽然选择辞职 但当部长的这段时间 龙应台并不后悔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为你的社会 为你的国家 为你所关心的这一群人 可以做奠定基础的工作 我今天无怨无悔 那你说让我再回头 我愿不愿意做 我一样的愿意 开工职 我一定是回到文人的安静的书桌 那所以写作一定还是我的本位 那至于会写什么样的书 那就是那就看了 从文化部毕业 龙应台选择回家识笔当文人 还计划写小说 不过说起龙部长 其实将近三年来引发不少讨论 先前脱口而出 各不会轮流失火 才可以传口气 引发试验风波 还被立委质疑 出国太密集 花费太多公堂 甚至连他穿什么都引发话题 穿着球鞋坚持做自己 文坛知名作家 他成为文化部长 举手投足都是焦点 现在随着辞职 也让人期待 他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记者张哲如部长 SNG小组台北报导